一般的业者为了促销自己家的产品以及店家 可能会采取相当多种的广告行销方式 而现在其实也可以利用在观光入口的地区进行广告 在台东的机场现在设置了广告灯箱 希望提供给台东在地的业者打响知名度 台东丰连机场为了配合台东县政府发展观光的政策 那么我们也配合做了很多的行销 那么现在目前所看到的这一个公灯型的灯箱广告 那么主要就是要替地方来做一些农测产品 以及美食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介绍 那么我们这一个公灯型的灯箱总共有20个区块 那每一个区块都是20公分宽25公分长 那么整个设计是有五个面向 那每一个面向有四个区块 那每一个区块都可以提供给一家的厂商 农测产或者美食的厂商来做它的形象广告 客人在看这个灯箱的时候 他可以推动它 然后可以看到每一个面向的版面上面的介绍的资料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便利 而且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灯箱广告 因为价格便宜 也让不少业者抢着排队等候 现在广告方式很多种 只要合乎你的需求 又有得到效果 相信都是可以尝试的 记者方林的报道